無情節準備來到市区推出無情節火荷傳情的瓦洞 希望在馬島農會超市正式啟動 市長為替金山火荷 讓現場的媽媽祝福他們身體健康 台南市火荷花新三民族1953公斤 新三民族全國第一 其中一六甲是最大三甲 市府為了因爭無情節來到 今天推出媽咪最好無情節火荷傳情瓦洞 在馬島口農會超市選保客棟 尤其中一甲競賞火荷花給辛苦的媽媽 就讓全天下的母親身體健康 今年的火荷花 火荷生產出來大部分是外銷的 尤其在日本是我們最大的市場之一 但是因爲日本關閉了花卉市場 所以說這變成行銷無門 因爲日本的疫情是相對的比較嚴重 所以說民眾對於買花的意願也沒那麼高 相對看來台灣 我們現在疫情正在往比較好的 防疫工作做得好 所以我們疫情正在減輕當中 所以很多適度的戶外活動 適度的社交活動 還是有辦法來做的 所以說這點我們是珍惜我們防疫的成果 感謝防疫人員的努力 當然對於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政府跟民間結合來推動火荷花的 這個外銷轉內銷 以及一般火荷花的消費習慣 台南在今的活動表悉 以火荷花三亞為例 今年一月到三月出口中所 台有1635萬 到今年比當期減少台有百分之二十 市府農業局 以及進出到農委會補助600萬來幫助活動 台南來講的話是百分之七十都是外銷的 所以說我們的衝擊是還蠻大的 這個不過我們還是說堅持我們的岗位啦 還是保留我們自己的生產園區 就是顧得美美的 然後因應到以後疫情結束之後 我們可以馬上的把量給做出來 另外農業局表示 為五月一合到五月十合期間 市府推出一顆禮 無情這火荷花傳情瓦當 再用幾點火點對人夠買 台南其無情這限定火索 歡迎民眾多多酸美 記者 陳佳生 華島區 蔡宏博德